字幕提供 大家好,這邊是Nerfie人 因為我個人的那一床已經壞了很久了 想說去買個馬達來換一下 然後仔細一看,發現我的馬達並沒有壞 但是既然已經買了就把它換 後製馬達換一個轉速比較高的 子彈的擊發速率上 也就是 那個子彈的密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買了馬達就把它放後面 然後我移除掉非常多 非常多其實也沒幾個啦 一二三三個拿掉的 那個 那個什麼短路開關 然後還有這上面的兩個短路開關線全部剪掉了 我把它的那個 電源線變得很簡單 就是直接從電池盒出來 直接連到兩個馬達 然後保只有保留這個 握把上原本的 電電電力開關 這樣才不會電池裝上去就開始充 那這是我的改裝現在是正可以正常使用 等一下拼裝回去之後再繼續給大家看 更正一下我拿掉了四個 那個電阻開關 然後留下了原本這個用來 啟動電源的 下板機 就是這個壓進去之後這個開關就會啟動 然後電力就會通 然後電線就是很簡單 我把這個電力開關接在 電線的負極的部分 就是 從電力這邊出來之後 黑色的 然後接到 這個電阻開關一條然後另一條出去就接兩個馬達 這個你要加正極或負極都無所謂他只是一個啟動器而已 補充報告一下 剛才這邊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就是 我把這個 短路開關 也拿掉了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把這個拿掉讓他全部只靠這個開關來作動的話 你只要一按了下板機 除了前面的馬達會開始轉之外 連子彈也會不斷的發射 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 上板機沒有開沒有沒有壓下去的話 他前面的洞是不會開的所以你在那裡面 那個推子彈的 的這個連桿會不斷的一直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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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然後你這裡面就完蛋了 你的你的 你的飛盤彈就全毀了 所以我把它裝回來 並且測出了他壓下去啟動之後會通電的電路是這 兩條線 藍線跟綠線 那 下板機自動的線是橘線跟白線 供各位參考 那上面的線就沒什麼特別就都是紅黑而已 好了我剛剛把 這個 短路裝置接回去了那我把他藍綠線呢 接到了後製馬達我把紅線後製馬達的正極接到藍綠線 然後 讓也就是讓後製馬達正極通過這個 短路開關然後從綠線出來接到 正極電源的地方 所以就是 電源啟動的時候按 按了下板機電源啟動了之後如果板機不按後馬達不會動 只有前馬達會動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說我覺得我講的不清不足有問題還是可以發問 好我現在 把電池套焊好了 那我只焊了一個 而且焊得非常醜 因為以前用的瘦鋼塗 但是這不重要 那現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 不裝彈夾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過電 答案是可以的 那如果壓的板機會怎麼樣呢 有已經拔掉了一些電容 他可能沒有那個 散電功能 所以就是他會有非常 長時間的 緩衝時期 那就不知道會不會造成影響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已經組裝完畢 現在來做一下 涉及測試 不過我最後是把電池改成兩顆9V 那我們現在做一下測試 好 我這樣子改了有一個很大缺點 就是 由於 由於射擊的速率太快 所以會導致前置馬達的轉速越來越慢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的扭力來不及 讓他即時回到最高轉速 所以如果連射的話 那個子彈就會越來越弱 相信你們剛剛看到影片可以看出來 就是如果讓他保持連射狀態 子彈會變得 飛不太出去 那如果一次只放一顆或兩顆 他就會非常的威力 那麼 可能明天我會心血來潮 把前面也換成高扭力的馬達 或許可以改善這個狀況 那在此之前我建議各位 不要跟我一樣這樣子改槍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